暑假过半熊孩子们已经是大闹后宫一个月了 各位明星爸妈们也是费尽了心思陪宝贝们过暑假 那陈慧玲和张志玲这两个同是林子北 又同样都是处女座的爸妈 各自又有一些什么带娃的妙招呢 其实今天真的是蛮有压力的 今天压力很大真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高难度挑战让张志玲直呼难以承受呢 中秋节还是很特别的一个节日 所以我会尽量去跟家人在一块 不就是过个中秋节嘛 至于压力这么大嘛 就算要给家人准备大礼 那也是两个月之后的事啊 再看看活动现场张志玲这游离的状态 这空洞无助的眼神 这嘴角抽筋般的笑容 志玲男神你到底是中了什么迷魂大法 搞得如此魂不守舍呢 这个月我跟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七月初的时候带了他去澳门 去长城走了一下 做了一下好汉嘛 然后再到美国去玩 原来是趁着暑假张爸爸带着儿子魔童 外出旅行周游列国去了 儿子是玩够了 不过老爸就累垮了 再加上魔童他爹还没有从西半球作息当中 清醒过来 完全就是一副随时可以到头就睡的哭恼脸啊 跟张志玲的全程神游相比 陈慧玲就显得精气神十足了 一身工装背戴裤短发 洒爽小鹿蛮腰帅气又性感 同时为人父母的凯利女神就比张志玲同学游刃有余多了 工作家庭用两手抓 一边筹备自己的演唱会 一边还有余力照顾儿子呢 就是早上起来跟他们吃个午饭 然后吃完午饭就安排他们做一些活动啊 然后自己就去排练 然后就排练完回家就跟他们吃晚饭 然后吃晚饭之后就讲故事啊 然后玩一玩他们就睡觉了 这带孩子功夫马上见粉小啊 志玲老爸快向身边的惠玲妈妈取取金咯 行了在线江港采访不到 这带孩子功夫马上见了